叔叔阿姨兄弟等会儿下午好 咱家牛最近跟5块钱因为某些事情出现了一点小分歧 上午咱家牛拍了一个视频 没拍好 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牛在这也不说了 咱家网友给牛发了一条私信 问我敢不敢挑战户外生存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一上午 就咱家牛一个人 就我自己 能带多少装备我就带多少装备 咱们这边呢是因为离海近 我想咱们就上个岛上 先待上它一个星期 我呢也静一静我想静静 然后呢也考虑一下思考一下我接下来的人生 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怎么规划 就是不知道咱们到岛上呢 吃什么呢 咱家牛呢从小在海边长大的 嗯 应该海岛上的退潮跟海边应该是一样的 是吧 兴许能下猫碰个死后子 是不是老鹰还抓个下家桥 哈哈哈哈哈哈 有什么就吃什么呗 还能饿着 咱先往好了想 是吧 先往最好了想 万一能捡这个大螃蟹啦 大龙虾啦 还能弄条鱼啦 都不知道 明天呢我准备先上岛上去看一下地形 侦查一下周围的环境状况 然后呢 大家牛就一个人 能带多少装备就带多少装备 前提是不带吃的啊 就是肯定你比如说卫生纸啦 是不是啊 你这些你得带点 哈哈哈哈哈哈 不光要考虑吃 还得要考虑其他的问题是吧 就我一个人能带多少带多少 大家牛就准备要登岛